我們現在的速度 再多40% 或者是再多60% Delta嗎 對 那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我的看法裡頭 它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點 就中間可能有發生一些事情 只是這件事情我們不知道細節 比如說中間可能大家是真的有 有碰到對方的這個所謂感染的唾液 或者是感染病毒的可能 然後回家的時候 可能這些東西是不小心沾到 你身上很重要的這個 比如說醫物 然後不小心真的接觸到你的口臂 所以你說14秒是否會感染 其實這個說法是真的 帶著很大的問號 在醫療專業上來講 然而Delta病毒株 真的很可怕 它可能不會14秒傳染 但是它的可怕 就會隨著這個病毒株又再進化 我們在看那個 有一種叫傳染速率 就是叫做R0值 在過去的傳統病毒 R0值大概就是2點多 好這個是指 它不是指台灣 它是指說大家可能 普遍有一個共識可能在的指數 然而呢 這個 Delta病毒是可以到5或6 好 所以它真的很可怕 它真的很可怕 那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說傳遞速度 但是當我們今天的傳染速度變得很快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下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疫苗到底需要多少 這個國家才安全 你看原始病毒株 它基本上的疫苗覆蓋率大概是60幾% Alpha病毒株是 哇 現在的主流病毒株 大概要到75% 所以假設 國家是一個 英國很很很很 比例很高的國家 等同於你的 輕重輕壯年 或者是老年人 需要覆蓋的疫苗覆蓋率 可能 相對下次可能要100% 我們就去 越來越高 對 需要去理解這件事情 那到了Delta病毒株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傳染速度快 我們就需要 更多的人有這個 保護力 你才可以停止這個傳染鏈 所以它算起來的數字是到83% 哇塞 新冠肺炎大家也很希望在他身上 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當時有一個幾乎已經被 全世界的專家跟醫療人員 給認證的就是 嗅覺喪失 就是說 它可能聞的味道 會變得金屬味 或者是胃的味道會有改變 是 這出現像是 我們一直以來 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COVID-19的結束 可是Delta變異病毒株 它真的變異到 它沒有這個結束 也就是說 它的症狀裡頭 這個我們說 獨特性不見了 而我們普遍所聽說的 這個Delta病毒株的症狀是 頭痛 頭痛 流鼻水 偏偏我們過去的這個 COVID-19 流鼻水的比例是少的 以上 所以假設你今天 東西是火鍋 或者是你是炒菜 這種型的其實 它基本上病毒 如果你有一段時間的翻炒 它基本上是不會 真的受到感染 假設你是一個這個居家 然後你家可能只有一個 微波爐 或者是你家只有一個 小的瓦斯爐 那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做這個動作 你就是買一個東西 你回來再加熱 那這段時間我其實 確實我就比較不建議的是一些 比較兩半型的 就是一些生的菜 這些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已經很擔心的人 你就不要吃這種東西 不能加熱的 不能加熱的食物 直接噴酒精可以嗎 其實你們有研究過 酒精上面它寫什麼嗎 它其實寫它是 如果我沒有經常寫 工業酒精 它沒有寫它是食用酒精 所以基本上是不能吃的 但是如果說像我家的有一些東西 我還是會噴 就是像我們的一些 我舉個例子我給你看 就比如說我們家會有這種 這種就是這種包裝 就是這種零食 那零食的外層 因為它其實就會放在全臉 它放在便利潮商 所以回家後 我會把每一個零食打開全噴 我會全噴 那外包裝啊 外包裝 對對對 那水果我覺得不需要噴 但是水果你們 如果大家真的擔心 做法就是皮都脫 然後比如說像是這個香蕉 它比較簡單 它就可以剝皮 然後芒果其實也是啊 芒果你就剝皮 但如果你還是很擔心 你已經覺得你做得很好 你就想把它做到180分 好 你在剝完皮之後的這個媽媽 就是媽媽或爸爸 你剝完皮後 請你先洗手再清一口的肉 所以你摸到了這個皮 你去洗手就好 所以我覺得水果跟蔬菜 反而是一個 我不是那麼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 了解 對但是 相反的就是這些東西 才可以提供我們現在該需要的營養 所以我反而覺得是 你應該是要多吃 而不是不吃 只是方式煮熟了 或者是剝皮了 我覺得就肯吃了 然後是一個人的刺激 你應該是要多吃 那是一個人的刺激 不吃 你應該是一個人的刺激